全新2022款GTR于9月15日正式亮相 新增加了千年玉和五叶子配色 在日本地区的售价折合人民币约为63个W Nismo版本又称为赛道特别版 售价约为105个W 2022款GTR在外观内饰、发动机等方面 依旧延续了21款GTR的基础配置 每当有一款新的GTR从栗木工厂生产出来时 取而代之的是一次式改款 一次式的压榨VR38DETT的动力 一次式的升级空气动力学 以及电子辅助系统 所以从外观上我们很难分辨出哪一款才是最新的R35 甚至你可以在国内搜一台旧版R35 刷上一套新款车机系统改装外包围 你就可以得到一台全新2022款R35 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GTR的改装潜力非常大 尤其是搭载RB26DETT的发动机的R32 不过从GTR开始不符合国六标准的排放要求后 2021款GTR甚至说2022款都可能无法正常引入中国市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GTRR35的销量 所以直到现在R35才卖了3万辆出头 远远不及当年R324万多辆的成绩 销量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迟迟不欢待 但是战胜依然还是那个战胜 一代日常天际线GTR战胜于1969年 由天际线支付的日常工程师殷景曾玉朗年巴 受到曾经在欧洲观看RF1赛事比赛的影响 在1957年它被王子汽车公司任命去打造一辆赛车 这就是GTR的主舰Skyline 2000 GT 2000代表排量是2000毫升 GT则代表豪华旅游车的标准 这款车型的设计让我一度认为是从1950年代中期 雪佛兰和福特汽车的造型中设计灵感 整体和当年的美国车非常相像 博者1966年由于王子车厂经营不上 最终于当年8月被日常公司收购合并 收购王子后的日常公司为了和走在前面的丰田等车厂竞争 以及面对当时政府开放进口车企进入日本市场的压力 急需极狂外观以及性能都同样出走的车型 来提升自己的品牌价值以及市场证务率 于是从组后一直被割持的Skyline被正式批准生产 时间回到1969年 一代日常天际线GTR 首先登场的是四门版GTRC师 GTR代表性能强悍的超级跑车 C10则是汽车底盘的代号 因仅为了在日本大加赛中 对它国外的外务主持节 直接在老东下王子2380赛车 反上的2.0升6缸发动机 通过降功率 拆进了当时还是市本上的GTRC师 要知道王子2380搭载的是 当时日本最大马力的发动机 像这样的暴力使用车试车 也只有在美式G6车上可以看见 但是传统美式G6车的操纵性 在当时时代惨不冷 不过GTR不一样 拥有160匹马力 以及半拖液壁式悬挂系统 这种悬挂的优点 是能使车辆在转向 能拥有极佳的稳定性 这一切当然都在 殷井真一郎的计划当中 第一代日常天气线 GTRC10的操纵性 以及平衡性的表现 都非常优异 殷井真一郎似乎找到了成功秘诀 大马力发动机的强悍性能 再加上小小车身的可操纵性 于是在1970年 推出了GTR Coupe 双门版 拥有更短的轴距 以及更宽的车身 使其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 最重要的是 双门Coupe车型 拥有更宽的轮胎 以及尾翼的设计 毫无疑问 这辆GTR是当时 日本马力最大的车辆 于是在1969年到1972年期间 这两款GTR一起在赛场上 立下赫赫张弓 用49个冠军的战绩步入神堂 反尖封号 东赢战神 第二代天际线GTR 在1972年9月 被殷井重新设计 代号KBJC110 为了方便推广第二代天际线GTR 出口到欧美市场 所以殷井和他的团队 借鉴了当时美式肌肉车的形象 和同时期的野马 科麦罗 盆迪亚克火鸟等经典车型一样 都有拉风的溜背造型 以及修长的车头 为了营造美式风情 这一代GTR的宣传片 还打造了一系列King 和Marie的暧昧故事 所以这一代GTR 也经常被称为KingMarie 或许是第一代GTR的大获成功 让殷井团队麻痹的神经 抛弃了以往的成功秘诀 只顾着设计造型 而忽略气生本身的动力 以及操控性 由于车体大幅增加 动力当元却没有变化 造成马力重量比数值的不佳 同年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 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 阿拉伯成员国 在当年12月份 宣布收回石油标价权 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最严重的全球石油危机 导致大马力稍有跑车的需求量 急速下滑 对于GTR而言 这更是一场噩梦 它从发布到停厂 仅仅坚持了4个月 也就是从1972年9月开始发售 在1973年3月份就宣布了停厂 第二代天际线GTR生产总数 也仅有197台 这也是唯一一代 没参加过任何赛车的GTR 这次停厂对于日场而言 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也让日场学会了沉淀 虽然天际线车型 仍在更新换代 但GTR却进入了一个空窗期 不过第二代C110 还是给GTR留下了重要的遗产 就是那对称之为经典 且是GTR车系灵魂的四圆形霍尾灯 同年9月 美国加尼弗利亚州格兰戴尔士 一个叫保罗三圣的男人 和他的模特机子 迎来了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取名为保罗威廉沃克 世事 在之后的16年间 再也没有新款天际线GTR的出现 第三代日场天际线 被叫做GTES 代号C110于1977年诞生 标配了直列6缸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也是首次使用涡轮技术的日本车 第四代日场天际线R30 于1981年诞生 作为首次引路二维代号的天际线车型 搭载了FG20ET DOHC直列四缸发动机 而在那个年代 这台车算是有史以来最强大 可以合法上路的天际线车型 可以输出202匹马力 改装潜力非常大 最高性能版本叫RS Turbo 但这一代依然没有新款GTR的出现 也让不少当年等待他的车迷们 感到心灰意了 第五代日场天际线R31 于1986年诞生 外形延续了第四代日场天际线R30的设计 而这一代搭载了备受好评的 RB系列直列六缸涡轮发动机的 RB20DETR 最高输出功率为210匹马力 最高性能版本叫GTSR 虽然没有GTR的加持 但GTSR在当年A组别房车赛事中 还是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就在1984年 负责日场天际线总监的殷景先生 因为病因不能继续研发下一代Skyline 于是他把重任寄托给了 他唯一信任的学生兼工程师伊藤修令 在1988年的时候 Group A赛事几乎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期 而同时期的日场参赛车辆 还是一款三年前Skyline GTSR车型 增长多年 日场发现这款车型一直处于一个陪跑的结果 当时与日场同时间竞争的厂商 丰田、斯巴鲁、三菱 都在WRC上有所掌握 本天也在Model JB和F1上有所成就 相比之下只有日场自己 只是落得一个陪跑秤多的结果 因此日场为了能够在赛城上争一口气 于是在1989年8月 以第八代天际线车型为基础 在单涡轮RB25发动机上改装升级 加大排量 同时把铸铁钢体加厚 并搭配双顶质突轮轴 以及镁钢氏气门的铝合金钢钙 代号RB26DETT 一代传奇车机就此登场 中文大语言 拥有赛车基础的双涡轮增压电喷发动机 采用直列六七钢设计 在冰裂双涡轮增压器的帮助下 能够轻易达到280匹 RB26DETT的中钢 采用底子好杆性高的铸铁成型 预留下来的也就是高深墨设的改装潜力 以及导致推头的体积质量 而搭载RB26DETT发动机的新一代GTR 也被命名为GTRR32 代号BNR32 我们在这里称为日常第三代天际线GTR 为了配合拥有280匹君子 决定下最大马力的发动机 R32的车身变得更加流线化 降低的风阻 首次推出了罕见的无窗框设计车门 新增的空气动力学套件 做的既美观又非常实用 全新电控四轮驱动的底盘 抓地力极强 我要没有变化了 只有延续R31的矩形头灯 和四个圆形尾灯的设计风格 R32在设计时就将保时捷959 作为其竞争对手 它的研发目的非常单纯 就是为了赛道而生 重铸战神昔日龙光 我R32亦不隆迟 同年R32开始参加GTCC日本凡车锦标赛 从1990年到1993年 初战29次获得了29个冠军 这也是所有R32赛车当中最出名的一辆 1990年初战澳门东万阳A组赛事 由长古借昌红驾驶GT2R32赛车 与宝马M3 Sport EVO 本田Mugen福特Stero RS500 丰田A186和Super兄弟力争群雄 并以领先第二名28.3秒的成绩轻松夺冠 同年这辆R32还参加了纽北赛事 创下了8分22秒38单圈圈数 打破保时捷940创下的纪录 在雨中取得24小时奈利赛冠军 过了一年的澳门东万南大奖赛中 长古借昌红和新野一役所驾驶的R32 大战宝马M3 E36 以及奔驰190EVO2 并以绝对优势赢冠军 这是战神之名重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 但是R32最有影响力的胜利还没有到 远在澳大利亚凡车锦标赛A组别比赛中 R32就为尼桑和Gibson赢下了1990年、1991年、1992年 连续三年澳大利亚凡车锦标赛A组别的冠军 比赛中不可阻挡的表现 也为质量怪兽赢得了一个称号 R18 由于RB系列的铸铁钢铁发动机实在过于强悍 FIA厌倦的GTR长期对于A组别比赛的统治力 于是在1993年澳大利亚凡车锦标赛强行改变规则 禁止市区和涡轮增压的使用 强行将GTR排除在外迫使一代战神退出的赛场 不过R32的传奇依然还在其他衍生作品中继续书写 历史总是非常相似 R32的成功以及让日常失了志 日常想用更舒适更豪华的GTR 笼络那些仰慕GTR知名的人 于是在1993年发布的日常第四代天际线GTR R33 比R32更长的车身轴距 比R32更加圆润的外观 也被人细称为买菜车的设计 但事实证明 长轴距以及全新设计的空气动力学外观 使得R33在减少车头封阻的同时 能在加速过程中操控变得更加稳定 全新电动市区系统同时也解决了 前代R32转向动力不足的问题 但遗留下来的车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在那个跑山时代的日本 R33失去了用武之力 真正属于R33的战场是弯岸首都高以及赛道 在当时的纽北 R33单圈成绩比R32还要快20秒 7分59秒的单圈记录也让R33成为第一辆 在8分钟跑完纽北的性能Coupe 同年由日常赛事部门Nismo打造的R33限量版本 R33-400R被委派参加GT赛事 甚至还跑过热门24小时耐力赛的最高主别 与保时捷911麦凯伦F1奔驰CLKGTR等同台竞争 无奈遇上了神仙打架 R33只能抱着失败回到日本 于是Nismo下方了在热门比赛中的技术 将赛道版RBXGT2的发动机功率调低 直接装在了街车上 号称只有400匹 但实测马力达到了450匹 在蛮爆玛丽这件事情上 日常就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而这一款R33也被称为第一款打破君子协议的车 不过如同GTR热门赛车一样 面对欧洲列强的最前沿技术 GTR在当时毫无招架之力 由于老平台的局限性 最终也导致R33的销量只有16000台左右 远不如R32的一半 最终在1998年 最后一代日常天际线GTRR34 搭载RB226系列发动机的最后决战 代号BNR34终于登场 日常终于明白没有人会在GTR上寻找舒适性 他们需要的是很大的外形 敏捷的加速以及灵力的操控 所以全新R34在车身上变得更加硬朗 空气动力学的外观继续升级 车头巨大的进气格三 比30LancerEVO系列还有醒目的大型尾部定峰翼 加上全新设计的扰流板 使其前部升力系数仅为1 无物具有攻击性 改良为高官照明的外大内小的四元尾灯组合 都在透露着一个同样的信息 战神 依然还是那个战神 操控方面则是采用更先进的性能底盘 悬挂系统重新调校 引入主动式四轮转向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在前轮做大幅度转向动作时 后轮依照前轮转向角度的大小 也进行相应的转向 其结果就是可以以更锐利的角度进行转弯 R34也将RB26DETD发动机 进行了最后一次涅槃重生 强化了涡轮的突轮轴 能产生更强大的马力 把五速变速箱升级到六速GTR一个变速箱 甚至也有了更多的特别版 基于VSPEC2版本推出的最终极改进版M-SPEC 在M-SPEC条件下更修改了涡轮增压系统发动机内部零件 和少部分内饰衍伸出了M-SPEC NU 以及VSPEC2 NU 以及限量20台的R34 GTR Z2 更不用说各种版本的赛道车了 在赛事表现方面 R34取得了日本超级耐久赛的冠军 要知道这时的GTR已经连续10年赢得每场超级耐久赛的冠军了 以至于最终独孤求败的GTR 成为超级耐久赛第一组的唯一双赛车款 在纽博格林北环赛道 R34也创下了不熟的佳季 1998年是好年份 在国内车主们欢赏着相约1998的时候 从小受模特母亲的影响 保罗沃克喜欢艺术行业 之后投生于好莱坞和这部R34 在保罗沃克主演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中多次出现 使得全球的汽车迷电影粉又对GTR有了更多的认识 上帝是任性的 他想看跳舞就带走了麦克·杰克逊 他想要iPhone就带走了乔布斯 他想要飙车也带走了保罗 但是保罗留下的经典永远不会被爱他人淡忘 就像战神会被拥护的人们永远信仰 速度与激情也从来不会逝去 注意 保罗! 继续拍摄